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难得 既然难得就把它给讲下去 最后有什么结果 我觉得 做事情对我来讲经常 不是经常 经常 九成以上对我来讲做事情是我在决定 这是不是一个 因为我花时间对我来讲 就是我在花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对我来讲 生命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生命就是你的时间 人生的意义是一个 也不是什么玄妙的事情 人生的意义核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要用你的时间换什么 就这样 那当然你要讲得更仔细 那就是说 你十几岁的那个时间要拿来换什么 你五十几岁的那个时间要拿来换什么 那这里就会牵涉到两个现实问题 我们这一段都可以录了 一个事情就是说 十五岁的人不可能做五十岁的人的事 你不可能用五十岁的人说 现在这种事情是我不做的 然后就跟那个十五岁的人说 你怎么这样子过日子 你太浪费生命了 这样讲是不对的 因为五十岁能做的事跟十五岁能做的事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个人生意义的意思是 把你每个阶段的时间 用来做你那个阶段最合适的一件事情 或者某几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要牵涉到你个人的 发展成长历练的这个历程 所以所谓的人生的意义 它本来就是必须要很灵活的 它有属于当事人的 它配合当事人的禀赋 它要配合当事人的当时的年纪 而且在那个年纪它累积出什么 它那个时候可以吸收什么 你必须要 这部分你必须要考虑到 另外一个事情是 就像我刚刚讲 我因为偶然的因素 曾经变成台湾很有名的人 然后 最近 我不知道算不算 因为偶然的因素 我变成 很多人不认识的人 现在反而有人认识 我是会让我觉得 你在哪里听过我 那所以 有一个东西叫 现实问题 就说 我现在在做这件事 十年前我很有名 我来做这件事 影响会不会比较大 老实讲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名 现在做这件事 可以很笃定影响很小 以后会不会不知道 什么原因使得 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的影响又变大了 不知道 所以一方面是牵涉到现实 牵涉到现实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 欲望的美学 出乎意料之外 卖了两万册 我一定会写下一本 但既然它到现在 还卖不到两千册 我就不会写下一本 因为不被虚 但是这当然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那要多少人我才愿意写 我也不知道 就像这个课 原来有五六百个人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 为五六百个人继续录这个课很值得 现在剩一百多个人 那值不值得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换个方式问 那以我现在的这个 我自己的身心的状况跟能力 以现在 跟我有关联的 台湾的社会太庞大 台湾的社会有99%以上的人 跟我这个人没有任何关联 我不能去谈 以现在台湾现实 那个是一个蛮无聊的一件事 我只能说 以我现在所能触及的台湾的现实 我来做这件事 是不是一个 对于我运用我的时间的 最好的方式呢 或者最好的方式之一呢 这是我经常要回答的 对我来讲 人生意义其实是 具体到这个程度 我今天要不要继续写一本书 我正在尝试着 要写一本书 会不会最后决心 要把它给写完 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台湾的出版界的现实 已经到了 我觉得很可怕 可怕到就是说 一本书要卖出去 可能要浅到 让我觉得不值得写 那事情是怎样 我现在不知道 但人生的意义 其实就是在这个里头 那假如为台湾做事情 是很困难的 那我怎么办 我就得要再去找别的事做 这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趣也可以说很好笑的事 就是年轻人看着我会觉得 老师你好有智慧 你都知道人生 什么东西有值得 什么东西不值得 你都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为你的理想奋斗 我至少收了两封这样的信 而且是两封来自非常杰出的年轻人 他们感慨 他们的理想都无法实现 他们的理想都落空了 然后觉得 我这个世代是幸运的 有一个就这样讲 老师我觉得你们那个世代是幸运的 你们只要努力 就有希望 我们这个世代是再怎么努力 都不会有希望 我看了那封信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第二个反应是 我也还在努力找我的方向 我跟你一样 那个问题一直都是在那里 我今天决定要把这本书写完 所以我就好好写这本书 我写完这本书以后 我还是下面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 那以现在的现实条件 以我 以现在社会的现实条件 以我现在的身心状态 到底我要做什么最好 我一样 我每一个工作完成 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的身心状态一直在变 然后外面现实条件一直在变 对不对 然后台湾 很多美好的可能性一直在流失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 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一直跑出来 有个读者写信给我 说 我这个也是非常 投入非常多时间的那种 等级的粉丝 他记得我讲过的所有的音乐指挥 然后跟我讲说他一个一个去找 发现都已经买不到他们的CD 然后他发现 Sportive 一个月只要一百块租金 我说过的通通都有 而且还有我不知道的 哇天哪 我就想 这是什么时代 一百块 有William Kemp 全套的录音 有Buck Horse 全套的录音 就这样 这时代 这是一个 你有能力好好利用它的话 是美好的不得了的时代 我一直不是很清楚 这个时代的政治 到底有多好 或者有多糟 其实我还是无法完全知道 我们得到的资讯 都是太有限 不过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一件事 我们这个时代的属性是 就算社会的现实 使得我们的理想 无法在这个社会中实现 然而 这个时代是 我们探索自己的 最好的时代 历史上不曾有过 这么方便的时代 什么资讯 都有 那台北读书会有一个 有一个人 有一天跟我讲 那台北读书会没有 录进去 因为是吃饭的时候 讲 那一段话我觉得蛮实在的 他说老师很感谢你 因为你这本书 我们才会去读 这么多哲学 让我们自己去读 这些哲学书 大概都读不懂 对啊 而且是老人写到 让我们看得懂 不知道 还有后面还在家 读书会继续讲解 然后讲解完以后 继续在部落格又补充 不知道 现在部落格还有六千多个人在读 但是 YouTube上面只有一百多人在看 这就是我到现在都一直 这些数字我都不懂 欲望的美学一二三四五六 可以到两万人 然后呢 尼采的部落格 可以有一万六七千人读 你有兴趣了解尼采 我就不相信你读尼采 读得懂 因为连尼采的专家都读不懂 你读尼采 读尼采 读尼采 你不觉得部落格人比较多很正常吗 对啊 因为阅读比较快啊 YouTube 你会听比较慢啊 你会听比较慢啊 那我也不知道 YouTube YouTube你要坐在前面看 嗯 就是你的时间要完全对 用听的还有机会把它听完 可是YouTube 你几乎只得看一部电影 看完 好累啊 对 所以YouTube 我觉得老师不要只有 或者用很高的专注力啊 真的 Podcast 比较有机会是 比较多人听 我真的是 开车可以听啊 对 不是你做家事 他那个Podcast 下载三千人 一共七个单元 平均起来 一个单元 也是差不多 我们应该预估前面多一点 后来少一点 所以我预期 最近这一期的Podcast的下载 可能只有两百多人 你看 不是都无所谓啦 因为这是一个 当我在谈这件事 它是我的现实 当你们在听的时候 那是你们的现实 我们每个人必须要 根据自己的条件 去寻找自己 这一段时间 你要为自己做什么 以及你要为 你身边的人 或者说这个土地做什么 就这样 我只是想要强调 就是说 也不需要强调 我只是想要 陈述这个态度 叫做 人或许真的 不那么喜欢孤独啦 有好朋友 可以一起谈一些 美好的事情 终究还是一个 很吸引人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 为这个土地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对我来 至少对我来讲 那个是绝对有优先许 就是说 假如我可以为这个土地 做点什么事 绝对对我来讲 我会优先考量 但是如果我不能 为这个土地做什么 我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气馁 因为这个时代是 没有哪个时代 像这个时代 这么有利于 每一个人去为自己 做一点什么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 历史上不曾有过 这么美好的 自我学习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头的 自我学习的 自我提升的 那种资源之丰富 真的不是 绝对不是我年轻时候 能想象的啦 对不对 再讲一次 你们可能听过好几次 我年轻时候是用 黑白的 烂得要死的图片上 去学着看 赛上的画 赛上的画都是色彩 然后赛上一直讲 色彩是它的重点 然后我们是用 黑白图片去看 而且那个是 印刷的颗粒 大到你都看得到 那个网格的大小 不可思议 好吧好吧 回来了回来了 我今天要把第一张 很困而学知 对啊 我们那年代 真的是很辛苦的 学习的年代 所以我是常常觉得 这个年代的人 不懂得珍惜 这个时代的志愿 有一天 我跟我太太感慨的说 我觉得现在人 生活得太满意了 所以他们不需要 文化也不需要哲学 好吃的东西那么多 对不对 精神病那么严重 三十年来 我从健脚回来到 现在已经超过三十年 台湾的社会 我所能观察到 每个方向都在退步 只有一个例外 好吃的东西 真的越来越多 怎么那么会做 做到那么好吃 而且随便就有很好吃的 随手可得 这样的时代 还有谁需要文化 不知道 都来不及了 因为想吃的东西都还没吃完 想看的连续剧还没看完 想吃的还没吃完 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想吃的 反正也没钱 你不用想吃的 你也不用想连续剧 反正电视那么难看 我在跟 我女儿讲 我们年轻时候的电视节目 她说了 我都觉得 有哦 我都不知道 我想起来 有电视的时代 好像是蛮无聊的时代 所以你看 我们那时候 生活周遭最美好的是什么 西散文 温柔 现在 哎呦 不行 好吃东西那么多 不得了的 好了 所以 我们来到这一页了 理性 所以这本书 其实有好几个 不同的主着 那当然后来 其中有一个主着 是理性跟感性 那 我们 我们一讲历史 就是一个很麻烦 很讨厌 很麻烦的一件事 就像比如说 黑暗时代八百年 真的吗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没有 黑暗时代八百年 是启蒙运动的人 为了要骂 以前的人 所以他们就说 他自己是 enlightenment 他们是有光的 在他们之前 就是黑暗的 那 我们现在也 蛮习惯讲说 西方是一个 理性传统的文化 这句话 其实我 我一直都说不出口 比如说 古希腊的 理性主义的高峰 什么时候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那同时也是 希腊喜剧 跟希腊悲剧的 巅峰时代 所以你说 希腊是个 理性为主的 像比如说 尼采讲 希腊的时代 阿波罗的精神 压过了九神的精神 真的吗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你从 上次的 讲的 希腊的 彩绘的 陶瓶去看 那么优美的线条 绝对不是 没有感觉的 所以 他除了有 Edipus the King 三部曲 这样伟大的悲剧 他其实有 非常优美的 陶瓶 那雕刻不算 因为我们今天所知的 希腊雕刻 几乎都是 罗马的复制品 而且罗马复制品 我一直觉得 少了一种 希腊的那种神髓 所以我不太相信 希腊 罗马复制的 过的希腊 雕刻 能代表 原始的希腊 所以原始希腊 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还是从 彩绘草品去看 就好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 年轻时候 对于启蒙运动 也是一样 有一段时间 那个历史一直读不懂 因为启蒙运动 一直都跟我 历史课本都跟我说 启蒙运动 是理性主义的时代 那卢烧呢 卢烧就是 启蒙运动时代的人 那卢烧讲什么呢 卢烧的《忏尾录》 里面讲他的情欲史 讲他的不伦恋 讲他的浪漫史 卢烧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卢烧是浪漫主义的代表 所以启蒙运动 是什么时代 歌德 歌德 少年为特的烦恼 讲什么 讲那种 忧郁的不得了 浪漫的不得了的爱情 歌德往年代表作 福士德 福士德是什么 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所以启蒙运动是 启蒙运动是浪漫主义的时代 或者其实精准的讲 启蒙运动是 理性主义在前面 达到理性主义的巅峰的同时 浪漫主义出现 因为理性主义的所有的不足 通通都被看到 所以浪漫主义 既总而至 前后 是重叠的 所以要说西方是一个 理性主义的时代 这个有问题 尤其 David Hume甚至于 是比启蒙运动 还稍早一点点的人 你看他那时候 他就已经警觉到 David Hume的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思想史上 两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一个就是 太阳每天都从 都从东边升起 尽管如此 没有道理说 太阳明天 会从东边升起的机会 高于 太阳明天 不会从东边升起的机会 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 从过去重复发生的事 断言 未来一定是跟过去一样 假如刚好 未来跟过去一样 那个是偶然 所以我 上次在台北我就讲 我每天早上吃一碗白饭 你不能因为这样推论 我明天早上 一定会再吃一碗白饭 太阳不是个好的 你案例 因为如果说是太阳 每天都从早上起来 很多人都还是会跟你争论 可是我相信他明天还会 好 重点不是太阳 重点是我们不能从 过去推断 未来 所以你不可以 因为我过去 每天早上都吃一碗白米饭 就推论 我明天早上还会吃一碗白米饭 这就够清楚 这个案例非常清楚 我们没有办法从过去推论 未来 这是一件很要命的 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在 哲学史上跟科学史上 它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为根据过去推测未来 我们才有科学 科学归纳法的基础 就是假定 我们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 然后哲学上却说 我们不能从过去推测未来 所以就一个很尴尬的东西 这个叫 科学最重大的成果是 哲学无法解释 而且还被哲学否认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诡异的东西 要化解它也不难 我们应该说 总体而言 除非有特殊原因 否则我们不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 除非有特殊原因 所以某些特殊的事物是 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 绝大部分事情是无法从过去推测未来 科学刚好碰在研究的 天上的物质的运行的定律 恰好是很稳定的 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 但并不是所有无生命的事件 都可以同样的从过去推测未来 比如 我们曾经推测今年是反圣阴现象 事实呢 我现在还穿着拖鞋 显然不够呢 昨天前天还看到好几个女生 穿短袖 这露肩装 整个肩膀全露出来了 所以连气候这件事 你都没有办法从过去推测未来 你没有办法 因为过去每年的一月份都比 二月份都比一月份暖 就推论二月份一定要比一月份暖 所以只有特殊的事情 它的确是例外 那所以它其实是 我们其实应该从这个教训 得到的结论应该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 归纳法只有适用范围 不要以为归纳法 可以用到所有地方去 但因为科学的基础是归纳法 其中有些事情是 人物的东西有没有办法用归纳法 其实很难讲的一件事 就像Colinwood 他说我们只有从历史 才可以了解人类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这句话对不对 大致上对 但是以前的人不能搭飞机 我们现在可以搭飞机 所以以前没有数位的影像 今天有数位影像 柯达公司是第一个发明数位相机的 但他们认为那是没有用的东西 就把它丢了 最后数位相机把柯达公司给消灭掉 有些事情是 人类的历史有些地方 大致上可从过去推论未来 经常不能 但我们还是继续要从过去推测未来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推测未来的唯一的依据 这一个推测的可靠性 在不同案例内 它有不同程度的可靠性 但无论如何 这是我们推测未来的唯一的方法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叫做 理性是人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我们就只能这样子推测而已 好 那David Hume的第一个重要的贡献讲了 他另外 我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这一个 这一页里头讲的 那非常清楚的看到 理性只能够连结事件的因跟果 比如说 我今天如果不来 那你们就听不到我讲课 我大概可以预测 你们会有人很失望 但如果上一次 你们来的人太少 搞得我已经很不爽 那你们有些人会失望这件事 我可能觉得 报应 乐于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理性只是协助我们去连结 行为跟它的后果 它没办法决定 我们要不要接受那个后果 所以 我们显然在谈理 欧洲在英美 尤其在英美 英美有一批人 对理性很重视 对这一个对理性的重视 这个部分 没有彻底历清好 我们重视理性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经常会糊里糊涂的说 你不要太冲动 你应该要用理性来控制你的感性 控制感性 这个事情不是的 是你要用你的理性 节制你的情绪 什么意思呢 你要顾虑一下后果 所以理性可以告 我们重视理性的目的 其实是 我们希望缓和一下情绪 想清楚 这件事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哪些 之后还是要回到感性 看清楚这个事情的所有后果之后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后果 所以 Hume做了一个结论 理性仅仅只是且应该是 情感的奴隶 理性除了为情感服务之外 不可能有其他的职能 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那这样就出了一个大问题 那感性就要自主 我们如何自主 其实一个很有趣的是 伦理学一直以为 它是用理性在形成价值判断 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伦理学 伦理学其实 完全没有跳出 David Hume所讲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 伦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 叫轨道车理论 假定有一个司机 在一个轨道车上 这个轨道车的煞车坏掉了 但是它有一个转轨的装置 然后呢 这个车冲的往下一直冲过去 前方呢 有五个工人在施工 如果继续冲下去 这五个工人会被撞死 可是它有一个换轨的装置 它可以换到另外一个轨道 在另外一个轨道上 有一个人 在工作 所以它可能会让这一个人被撞死 那这一个人该不该把轨道车换轨 该不该 反正呢 你讲了老半天 有一派主张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 死一个人总比十五个人好 典型的计算方式 另外一个典型的反对 不可以 行为的对错不是死多少人 你不可能因为 不可以因为 这边只死一个人 那一边十五个人 你就觉得死一个人比较划算 另外一派是在说这个 我们表面上都是在讲理性的东西 其实 真正影响我们的是什么 这些伦理学 里面还是一样 偷偷诉诸我们对它的认同 我们对于伦理学的论述的认同基础是什么 感受 我不忍心五个人被撞死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被撞死 我比较好受一点点 所以伦理学实际上在做什么 我们不能说伦理学毫无用处 伦理学自以为它比 未经伦理思辨过的价值判断更有价值 伦理学自己认为这样 伦理学认为它是要 在伦理学的判断之前有一种东西叫 未经思辨的常识性的判断 或者习惯性的判断 伦理学是要去纠正那里头的不足 伦理学自以为是这样 实际上它有没有做到 有 它在做什么 它提醒我们 做一个价值判断之后 可能牵涉到的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线索 它的这个提醒就如同我前面讲的 理性的功能是提醒我们 你这件事做下去 后面可能会产生多少种结果 它的功能一样 但最后结果 你到底要接受 最后你要接受哪一种结果 你的感性在做决定 同样的 伦理学游说你老半天 最后你会做什么选择 你的感受在做决定 如果你自己的感受一直都停留在 生而知之 不学而能的部分 理性跟伦理学 还是可以让你考虑的范围周延一点点 可是他们不会从根本上 改变你的价值的取向 可以吧 所以真正可以彻底改变人的价值取向的是什么 我们的感性的 能觉察的范围变了 你如果不懂诗 不懂音乐 不懂美术 不懂大自然的风景 这些你真的通通都不懂 当然是世界第一名的面包好吃 我就会去台中买一个五宝村 路过台中高铁站 忍不住买一个五百块的五宝村 回来吃完以后还想要再买一个 因为我说过了 那一部分的享受是生而知之 不学而能 我有学而知之的其他的可遇 不会因此而忘记了五百五宝村的面包 也是很好吃的 但问题是 假如你根本就不懂那些人文的 没有任何人文素养 那当然就只剩下五百五宝村面包好吃 要不然就是我不知道 还有一些蛋糕真的很好吃 说不完 这些好吃的东西说不完 我自己从来都不会去找 但是就是会有人 弄到我嘴巴里 弄到我眼前 然后一直 哎呀 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反正就有 所以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其实是在 你能觉察到什么 OK 所以为什么在圣经的宗教 回教跟佛教 里头都有所谓的高级的人文遗产 也有一大堆的迷信 因为里面的信徒有各种人嘛 这些信徒有绝大部分是 只懂得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快乐嘛 所以他一定会要求买卖式的宗教 他一定要有很具体的东西给他崇拜嘛 他一定会想要 摩拜特异功能神通嘛 因为教徒里面90%以上是这种能组成的 但教徒里头 就是会有一群极少数的人 他就是有 他就是会想要追求 本能欲望以外的可能性 这真的 是什么宗教不重要 重要是因为有这样的少数人在 他就会在这一个宗教信仰的名义下 去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 本能欲望以外的所有的渴望 那些东西 然后这一群人 就所谓的文青里头 又会有更比率更少的 更极端极端极端少数的人 他不但会憧憬跟向往 他还会想要分辨事实跟想象 那这一对 极端极端极端少数的这群人 就会有能力发展出 非常精确深刻的人文内涵 所以任何一种宗教 都有机会发展出 精确而深刻的人文内涵 但他一直都跟 民信神通全部缴获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 必然 那所以面对历史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分辨这些事 这就是 等于又回应了 一开始 我跟比喻的对话 这本书可不可以 把理论的部分取消掉 不可以 那个理论中心是在做什么 那个理论在做 细腻的分辨 理性有两大功能 一个功能是连结因果 理性也在 连结因果的过程 理性通过思辨 把感性上美好的东西 辨认出其中有一部分是虚假的 所以 理性的另外这个功能也是很重要 它有能力辨认出虚假的 所以如果问 人类的可遇 人类的向往 这件事情 人类精神上的提升 人类情感上的提升 讲这件事情的话 理性有没有任何功能 从David Hume的角度看 理性没有任何功能 因为他 从可遇 向往满足的角度看 理性只是连结因果啊 他没有办法改变 一个人本来的可遇啊 从David Hume角度看 理性是没有作用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 我可以清楚看到 理性其实是有功能的 理性帮我们删除掉 感性认为美好 但其实理性可以辨认出来 它是虚构 他帮我们把这部分砍掉 他把这部分砍掉 这件事刚好就是 尼采最受不了的部分 所以尼采就控诉 这个理性 把我们太多感性所 憧憬向往的东西 给砍掉了 理性就这样控 尼采就这样控诉他 所以尼采到最后甚至于 最夸张的时候甚至说 我要追求感性的渴望 我甚至连盲目的冲动 我也要追求 我甚至要像酒神 希腊的酒神有很多种传说 其中一个版本的传说 是在描绘 是在描绘 发酒疯 有一群丰富 发疯的妇人 跟在酒神后面 看到什么东西都把他撕碎 是残忍的 完全失控的 尼采甚至最后去歌颂了 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你只要知道 理性在处理感性问题的时候 理性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是否定了感性中美好而虚构的 不可能的非而扑火的部分 那本来这个部分就应该把它给否定掉 如果不是否定掉 至少是提出告诫 这是我以前常常讲的 生命中最美好的想象 最美好的渴望 最美好的憧憬 往往是现实上无法实现 如果你愿意 清楚的认识到 这些美好的想象 是现实上不可能实现 而你仍旧愿意把它当想象一样 沉浸在那里头 为什么不好 这个叫做艺术 这个叫做诗歌 只要你 这个 分得清想象跟事实 你在想象中 不管多陶醉 陶醉跟单逆不一样 单逆不好 但是不管你多陶醉 都可以是无法 都可以是好事 这件事情 我在讲阿莫多瓦的 我的母亲 的时候 我特地讲过这个 因为戏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是在想象中满足 我们情感上的需要 我还是在讲一次前提 你要分辨 你要分辨 想象跟事实 你不可以把两个混淆 戏剧作为戏剧是美好 是好的事 前提 不可以把虚构的戏剧当 真实 你愿意这样分辨 那就好了 在这些前提之下 理性伤不了感性 那 理性把感性中的虚假的部分 就算不是否定掉 他至少有办法凸显 美好的感性 中有一部分 是不真实的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去抉择 我生命里头 我所要的是什么 因为人生命里头 所要的不必然 都是可付诸行动的 所以我后来还会有一种方式叫做 人的生命应该是有两个场域 一个是行动的场域 一个是想象的场域 想象的场域就是文学艺术 美好的情感 另外一个是行动的场域 我不喜欢讲现实 因为中文里头的现实有贬义的味道 行动的场域 我用这个词 行动的场域 意思是它是可被实现的 行动的场域是一个麻烦的东西 行动的场域是 历史上可能在今天不一定可能 历史上不可能的在今天也许可能 今天可能的十年后也许不可能 这就是我一开始在讲我的那个现实 所以行动上的可能与行动上的不可能 好 所以我们其实就在这里头 在衡量这些事情 谈这些衡量的时候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避免自欺 避免在美好的想象中 自欺欺人 那自欺欺人就很多种 宗教里头也有自欺欺人 文学里头也有自欺欺人 那些细节我就不去讲 这本书会有那个理论的部分 原因在这里 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时候你会觉得 理性去否定感性的时候 否定的过头 那这是你才所受不了的 然后对我来讲 理性去否定感性否定过头的时候 真正的原因不是出在理性 是出在你自己的感性不够敏锐 你对你自己的 觉察到的东西不够有自信 如果你对你自己觉察到的东西 有足够的自信 老实讲理性也没办法去反驳 不过理性确实有一个坏处 它是有可能在你的感性 还不够敏锐 还没有完全建立自信 它先事先就把你的这个感性的萌芽 就把你砍掉了 压制了它的发展 那这样的理性确实是很不好 不过这就很麻烦 这就是人成长过程的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想一想 真的觉得年轻很可怜 年轻的可怜第一件事情 年轻就是不足 年轻就是知道的事情很少 年轻是包括两件事不足 第一个是 学而知之 勤习而能的可遇 还没有充分发展 所以本来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本来就不好 年轻的时候如果可以成长 就是因为他愿意相信 某些美好 而他做不到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就是得要用赌的 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愿意去赌 在那一些他做不到 然而美好东西 他如果通通都不去赌 那这个年轻人就完了 他一辈子都会活在生而知之 不学而能的东西里头 那如果说他要赌 他一开始赌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赌那一种 他做不到 但是美好 然后他愿意相信人家做得到 那自己宣称他做得到的 就是主要两种人 三种人 一种神棍 神棍就是他知道他做不到 但是他骗你说他做得到 那第二种是先知 或者是成熟的人 他真的做得到 然后他跟你说他做得到 最麻烦的是第三种人 其实他做不到 可是他自以为他做到 他的效果等效于神棍 但他的诚恳程度 又让你不忍心说他是神棍 可是这种人就是 诸细 电行人物之一 那这三种人都还在其次 我觉得年纪大的人 自己要为自己去负责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 年轻人怎么办 比如说我现在在学书 我就很无奈地看着这些 这个状况 我觉得我的书是好书啊 我觉得真的值得年轻人 咬紧牙根读十字啊 可是别人也说 他们的书是好书啊 不用咬紧牙根 也不用读十字啊 你说年轻人相信 他们不相信我 那要怪谁 只能怪神啊 对不对 你不能怪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 他本来就不知道 那你也不能怪那一些 自欺欺人的人 因为他也确实不知道 你就怪那个神棍是很无聊的 因为神棍其实没几个 神棍不足以让一整个社会败坏掉 让社会败坏掉是那些 自欺欺人的人才有办法 这么诚恳的让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败坏掉 所以这难解的一个问题 我唯一能够说的是说 没办法 我们就年轻的时候 就是找赌 我觉得唯一对我来讲 我觉得唯一可庆幸的事情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 我相信过好几个 自欺欺人的人 可是我认真地学习他们之后 我终究还是从自己的学习里面 后来找到证据 使我可以很笃定 他自欺欺人 然后离开他 所以我最后还是觉得 赌吧 年轻人 赌吧 这就像是 根据过去推测未来 是我们唯一可以有的推测的依据 明知道 有些案例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 有些案例不可以从过去推测未来 但我们就是只好咬着牙 一概从过去推测未来 同样的 年轻人只能做一件事 咬着牙 因为他是美好的 笃定他是美好的 然后就进去了 我最近在写的这本书里面 有一个段落就是在讲 爱情的想象虚构与真实 然后就找很多案例 其中就发现 很多电影明星很聪明 二十来岁的时候结婚 年轻嘛 对于年轻人而言 只要是美好的就是可能的 所以就结婚了 第一次结婚以后就再也不结婚 后面你就还是可以继续看到 他的姓伴侣 Wikipedia会写嘛 对不对 几年到几年结婚嘛 然后 然后几年到几年 就是他的partner 几年到几年 然后再来几年到几年 后来就算了 不要再搞结婚典礼那碼 之事了 就是我们在一起 能有多久就有多久 第一次还是结婚 我其实新的书里面在衡量这些事 我该如何面对这件事 我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件事 因为我下笔的语气就在反映 我如何面对这件事 我愿意写 我如果可以把这本书写完 是因为我认为这本书 我可以写出一些 有人想知道 别人乱说 而我可以 实实在在的说 因而 他有被需要 而且 他有不可被取代的价值 那就看吧 看我最后有没有办法写完 我不知道 但 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其实是蛮有趣的 有趣的地方在说 譬如我已经都过了65岁了 我还每一本书之后 由于不觉 不知道要不要写下一本书 这让 你这本书的名字会叫做 还不知道 但是你写爱情 还是写亲人的 不是 里面有爱情 爱情婚姻亲密关系 广义的 爱情婚姻亲密关系 亲情 孤独 自我 因为这些东西 绝对都混在一起 比如 刚爱玲讲一句话 很有趣啊 当女人说 我爱你的时候 意思是 请你要爱我 这爱情是什么意思 女 女人是仰望 渴望爱情 还是渴望通过爱情 被一个人肯定 还是通过爱情 被一个人肯定 从而间接认为自己有价值 那如果是最后那这一者 那女人的爱情 不是在自欺欺人 有趣 对不对 要有这样 有趣的东西 我才会想要去写 爱情是个复杂的 不得了东西 所以我经常 从年轻到现在 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 我爱你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字的意思 我知道那个字的很多种意思 可是当一个人 默默含情看着我 希望我跟他说 我爱你的时候 我知道 他那个眼神里面的渴望 是一个虚假的 是我绝不愿意说的那个东西 我不可能用那个方式爱你 男人的爱情又是什么 一样啊 很复杂的东西 哪有那么简单呢 另外一件事 其实这本书的特色 好了 爱情自我与孤独 现在暂时名字这样 爱情自我与孤独 写什么 写欲望的美学 也是啊 我又要再谈什么东西 欲望的美学在谈什么 在谈美好的事物里头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那个美好的事物里头的 那个真的的部分 是怎么去追求到的 可以吧 爱情自我与孤独在讲什么 有个女孩子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结婚 比较不会孤单吗 我很想跟她说 如果你是怕孤独 而想结婚 千万不要 因为 孤独有很多种啊 你那个你受不了的那种孤独 绝对不是用结婚可以解决的啊 用结婚可以解决的 那个孤独 往往养一只狗也可以啊 所以你看嘛 又来了嘛 孤独是什么 孤独是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你全部把它混为一坛嘛 爱情是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你把它混为一坛 自我是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你把它混为一坛 把三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给混为一坛 好了 反正这本书就不讲那么多理论 这本书看你有没有办法 很直透的去讲一些生命的事实 我又不想说它是真理 我们没有真理 我们只知道一些事实 事实跟真理在英文里面 分辨得比较清楚 我们知道一些fact 事实 我们不知道truth 我们不知道真理 真理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词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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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卡 人心有他自己的法则 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 那个人心的法则是什么 这是我们习惯的 西方习惯的用法嘛 什么叫理性 理性就是brain 就是intellect 就是那个思辨的那个部分 什么叫人心 mind 心灵 不是心脏 heart mind soul 灵魂 这里 其实讲的是什么 精致的感性 所以我后来 至少要把感性分两类 一类叫原始的冲动 或者本能的冲动 本能的欲望 还有一种是 说精致的感性 好像其实对我来讲也不是很好 如果我有选择余地 我宁可说是一种人文的感性 也就是精致化的发展过的那一个感性 所以人文的感性有他自己的法则 那是理性所不了解的 你看巴斯卡 比奇梦一路还早的人 他应该是要算属于所谓的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的 欧洲早期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所以他也知道理性 所以你看在巴斯卡 他就理性跟不是理性的那个部分 他是视为两个同等重要 彼此不可取代 理性的最后一项功能 就是觉悟到有无限多的事物都超越了他 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讲 要把理性划定一个范围 不要让理性超出他自己的范围之外 不要让理性变得自以为无所不能 所以自欺欺人有两种 一种自欺欺人是 一厢情愿的理性 不愿意去判断是非 一厢情愿的感性 不愿意判断是非 这是一种自欺欺人 一厢情愿的感性 但是理性照样可以一厢情愿 以至于表面上是理性 实际上是一厢情愿 典型的就是宋明理学 里面的某些主张 我不能说宋明理学通通都是 一厢情愿自欺欺人 但宋明理学里面有很大的一块是 自欺欺人的 那所以前面是想要把 理性的有效范围 划在一个小范围内 不希望他自以为了不起 超出了他的范围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不想把理性 给彻底否定掉 所以有两种极端 是同等的危险 完全拒绝理性 或者除了理性之外 什么也不接纳 这两种是同样危险 好 除了理性之外 什么都不接纳 这就叫做理性霸权 这个就是 Frank of School 跟法国后现代分析 结构主义 一脉相承 挑战的就是理性的霸权 但问题是 为什么理性会崛起 就是因为 理性在成为霸权之前 是非理性的霸权 理性之所以会 彰显出来 是因为他博倒了 非理性的霸权 比如几盟运动 博倒了 后来世俗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 世俗化的基督教 变成不只是个霸权 根本就是剥削 社会上的人 所以你们也许还记得 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漫画 第一阶级就是教会 第二阶级是贵族 都齐在第三阶级的身上 教会就是最大的剥削者 教会就拥有最庞大的财产 好 那么因为我们相对的 对理性相对的崇拜 相对的知道的多一点 所以理性的部分 我暂时先不多说 所以需要被探导的是 心灵的法则是什么 好 我这里就先举了一些例子 那目的是要讲 理性本身是有层次性的差异 理性并不是只有一种 理性自己就有层次性的差异 只要你有能力分辨 不同层次的理性 理性的范畴内 就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 跟抉择的可能性 不需要对不起感性 如果你有能力分辨 不同层次的感性 比如说积不择食的生理满足 就本能欲望跟本能冲动 细细品味美食 品味美食讲起来也 还达不到所谓的人文素养的水准 可是它绝对已经 不是单纯的 本能冲动 本能欲望 它里面其实已经 含有学习的成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这蛋糕好吃吗 好吃 一百个人 有几个人会同意 九十个以上 欲望的美学好输吗 不是 多少人同意 一百个至少九十九个同意 这本书不值得读 或者不想把它读下去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 两个原因 一 分辨美食所需要的门槛比较低 二 不管你是不是美食专家 你每天都被逼着一定要吃 吃久了你就腻 腻了你就会分辨 因为它是日常生活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自然就会学习出这个东西 所以美食的分辨能力 其实是一个学习 但它是你经常在日常中就会学习 所以两个原因 一个是门槛低 第二个是学习次数多 跟衣着的品味一样 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有衣着品味 但我们至少有办法 不要穿得那么呛俗 所以一个乡下姑娘 刚进了城里很吐气 一段时间就打扮入室 学习的门槛不高 但从来都没有机会看到 他就没办法学习 所以虽然我前面讲 人的可遇有两大类 一类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能 一种是学而知之 甚至困学而能 表面上把这两个分成两种 然后好像是对比的种类 其实不是 他们其实是这样 它其实是城市变化 所以从机不择食 到美食 到穿衣服 到喝咖啡 然后到品酒 你看哦 品酒就会比品尝美食困难一些 分辨咖啡就会比 分辨美食困难一些 然后从衣服 要穿得很有味道 跟要穿得不俗气 比起来 要穿得不俗气很容易 要穿得很有品味 很不容易 所以那个学习 其实是 本来就是这样的诚挚性变化 所以一样是音乐里头 华尔兹是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听得进去 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喜欢 比如蓝色多脑 很多人都喜欢 你史特老师 约翰史特老师 大小史特老师 的华尔兹音乐 很多人都听得都很喜欢 为什么 它门杆低 蕭邦的夜曲 你要静得下心 你才听得进去 你静不下心 你还是听不进去 可是只要你静得下心 蕭邦小夜曲 其实是相对的容易听得下去 相对容易喜欢 贝多芬的月光众音曲 就会比蕭邦的夜曲 不那么容易听进去 但蕭邦的 不是 贝多芬的月光众音曲 我都还觉得还可以 那 贝多芬的交响乐 命运交响曲 相对容易听进去 同样是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乐 合唱 卡拉样年轻时候指挥的 大家都容易听进去 为什么 因为卡拉样的诠释 会把细腻的东西拿掉 让它变得就是比较可口 卡培的指挥 就会相对的 不那么容易被接受 所以其实连这个学习的东西 它其实也是有层次 慢慢慢慢在变化的 所以才会有浪漫音乐 古典音乐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分辨 那个不只是一个所谓的 时代的风俗习惯的差异 不是单纯只因为 我们耳朵听了习惯 或者听了不习惯 里面确实是有属于 我们对于情感的细腻的深刻的 部分的绝查跟分辨能力的差异在 预告 接下来两篇部落格 我现在的部落格是这样 我先把它写了 那我现在就希望 可以把它当双周刊来办 就是闽南话叫 《吹一十五》 各贴一篇 这样 那我现在库存两篇 等着2月15号要贴一篇 这两篇就 谈两支歌 一支是挪威的人写的 叫苏尔维奇之歌 就是好几个版本 引导你们去分辨 苏尔维奇之歌 好几个版本 然后苏尔维奇之歌 先之后 接下来是 Puccini的一个永探调 也一样好几个版本 那就是在讲音乐 那里就像我刚刚贴出来的 2月初的这一篇 讲美术 其实就是在讲视觉 因为我都一直都觉得 写这本书 谈一些理论 对我来讲 当然也有一些难得的东西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 不可或缺的东西 可是你要问我说 我人生带给我 最大的满足是什么 我常常觉得是 我眼睛跟耳朵很敏锐 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满足 是最大的 看到阳光 甚至我很喜欢 差不多是12月份到1月份 会有那个 晚上会有那个云 滴滴的 然后天空是一种 介于深蓝跟暗蓝 跟黑之间 你隐约可以感觉到 它带点蓝色 很深的背景 然后那个云是 带点灰色的白 然后那个云 很庄严的速度 在天空移动 很喜欢那个 看着那个云就好像在听 听到那种 庄严神圣的音乐的那种感觉 会在心里跑出来 我有这样子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 你说那个 你很庄严的速度 在移动 是指它怎么样 慢还是怎么样 就云的移动的速度 会给我一种 庄严的感觉 你音乐 听多了 音乐熟了 你就 就感觉到那个节奏 快一点点不行 慢一点点沉闷 快一点就有点 轻微的喜悦 就没有那个庄严 慢一点就有点沉闷 就在那个之间 那个乐曲上 甚至有个术语 叫庄严的慢版 所以基本上它是慢 不要去查 那个是几拍 那个是心里的感觉 那不是真的几拍 你说云是滴滴的 那个滴滴的 反正就是十二月一月 你说是晚上 差不多十二月 十二月快十二月底 就是你开始觉得是深秋 冬天快来了 不是狂风 但是晚上就是有风 已经有良意了 所以这些分类的目的是 为了让大家先恶药的感觉到 至少理性 感性自己本身是有能力 去做一些分辨的 所以如果我们理性的功能有两个 一个是连结因果 以便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不会事后后悔 以及第二个功能是 理性可以提醒我们 感性上觉得美好的东西 有一部分其实是不可能的 就如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告诉我们 希腊哲学跟中世纪神学 是美好的 但其实是超出理性能力所及 所以那一大堆美丽的理论 通通都是一厢情愿 康德最重要的贡献 所以理性的贡献之一 是让我们不要非而不和 那这样的情况下 除了这两个之外 就如同David Hume讲的 理性最后还是要服从感性 是为感性服务 那所以我们如何做抉择 因为欲望的美学在讲什么 如何对人的可欲 做价值判断 看到吧 这个就是欲望的美学 其实就是这样来 当然在更前面的部落格 有讲 我听那个Brander的 钢琴的感受 从那时候开始 听了那一段音乐之后 让我开始有所谓的 欲望美学这个想象出现 也是听了那一个钢琴之后 让我觉察到说 属于我的哲学 有一个属于我的答案 那个答案该怎么去把它 说清楚是 我又另外花了二十几年 我听到那个的时候将近 我才三十多岁 离现在差不多三十年前 你看又花了三十年 去把当时的一个感受 变成一个可被陈述的东西 中间有这么长的时间 那 我也很怕人家有一个误会 叫做 哇 彭教授 你把理性都给否定 都搁到边边去了 然后通通都要靠感性 会不会太浪漫了 这是一个人家可能的质问 另外一个事情是 各种宗教都有禁欲这件事 甚至各种宗教都会有一群 专业人士是用苦行 来追求所谓的灵性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群人士脑筋不清楚 我现在有把握很笃定的这样讲 这群人士脑筋不清楚 他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他们只知道他们的本能欲望 经常引导他们去做出 让他们后悔的事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想象 希望通过他的意志力 去控制否定操纵 他的本能欲望 我觉得这样做的结果 那个部落格文章写得比较好 就有一段时间 我认认真真去揣摩 他们发生的事 就比如说中世纪修道院 一个修士 我读到一段 修士在修道院里面 这些修士都很特殊的人 一定要贵族才可以当引修士 一般的人到修道院去 只能够当仆役做杂士 不可以当引修士 所以引修士是出身贵族高贵的人 这一群人到了 有非常高的宗教的热情 然后在那里头 照样的 我读到一段 讲他们 你们知道 修士的衣服很宽大 然后这个地方 非常宽 那你只要穿过这个衣服 你就知道冬天能死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 不止衣服这样设计 他还有一套 穿衣服跟脱衣服的方法 可以让他在穿衣服 跟脱衣服的时候 不会摩擦到身体 为什么 因为性神经分布全神 平常不敏感 性神经平常只有少数地方特别敏感 但如果你是禁欲苦行 你越禁欲越苦行 你的性神经越敏感越容易被疗拨 以至于 最后的结果是 你连穿衣服跟脱衣服 都必须要没有碰到身体 这是我第一个了解到的事 所以禁欲本来是个相对的 本来不 禁欲不是容易的事 但至少还相对的容易的事 结果你搞到修到院里头以后 你其实把它变得更不容易 第二件事 我知道是 很多苦修是有一根 荆棘 荆棘创成的鞭子 就打 那 打到留学 然后 我当然就会问 为什么需要这根荆棘 欲望 所以 你把你的情欲 变得那么样难搞 你其实通过你的禁欲 你是在助长你的情欲 然后难搞到 那么难搞之后 你最后还要弄出一根荆棘来 那这样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最后就怎样 就只剩下痛 没有任何感觉 所以我马上问 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 很伟大吗 好像是 何欢可言 无欢可言 这样人生对吗 这下我真的很认真的怀疑起来 这是事情之一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会有人问我 老师你为什么不禅作 因为听说 只要学会禅作 就会降伏心魔 然后就各种什么什么什么 讲了一堆给我听 不要 你何苦呢 你刚刚已经讲了基督教 因为是这样 佛教讲的是真的还假的 我们一直都分不清楚 佛教的人 没有基督教的人的习惯 基督教人有一个习惯 只要是事实 就不逃避的把他说出来 佛教呢 可能只讲 你想听的 按他愿意讲的 不变告人的事 当然就不变告人 这个跟基督教是很不一样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到今天 我觉得蛮可惜一件事 我们华人一直都弄不懂西方的忏悔路 西方人常常会在晚年时候 写一本忏悔路 你一看里面那个内容 真的是淫荡 不知羞耻 让人看了 很看不下去 可是 我觉得 他们其中 很高比率 西方很高比率的 忏悔路是 那是他 唯一认识的人性的事实 我们所认识的人性的事实 不可能超过对自己的认识 西方有那样的习惯 愿意去认识事实 Facts 在他人生的最后 已经最 会伤害的人 已经是最少了 的时候 他把它都写出来 像我最近在读一本 罗素的自传 一样 自传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精确 但是他尽可能真实的在写 包括我读了他跟他第一任太太的 关系的破灭 他说某一天 毫无预兆 他突然 骑在脚踏车上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不爱他太太太 突然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我都觉得很简单 没有预兆 然后接下来写什么 他说 从我 遗传至我父亲的 清高自负 我立即 把一切过错 归罪于 我太太 道德上的瑕疵 而且 我的指责 不是毫无依据的 然后就开始写 他太太 道德上的瑕疵 如何的虚伪 没有写很长 写个 最关键的三两个是 然后接下来是 我 如此的 急于智慧 以至于 事后 回想起来 我 过分到 令我自己厌恶 完全抹煞了 我太太 确实有很多 难得的美德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 不注意的 包括西方人 有人在这一段上面 就截取了 有人就直接 很简单就把他 摘要成叫做 罗素跟他太太 感情不合 是因为他太太太虚伪 不是这个意思 很复杂的意思 可以吧 里面有好几个转折 他就是尽可能 如实的去记录 他 罗素 自己这个人 的人性事实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讲 更多的人性事实 OK 我作为一个人 我这个人的事实是什么 重点不是我 重点是要讲人性 爱情的极致是什么 虚伪的极致是什么 自以为清高的 道德的极致是什么 一个哲学家的极致是什么 类似这样的东西 他没有把它分类的去讲 反正是 以我作为一个具体案例 来看属于人性的事实 而且你看他多好 什么叫自传 随着年纪的变化 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只能这样对待自己 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这样对待自己跟别人 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这样的对待自己跟别人 那 坦白的写出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作 属于人性的实证的研究的记录 才是准确的 但那很不幸的是 里面有太多不可告然的事 然后人家真的把它写出来了 然后华人就非常自以为了不起的说 你看 西方人就是这么无耻 所以东方人最伟大 炎黄子孙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 道德 我们就算做了不道德的事 至少分辨得清楚 什么是有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所以我们至少 不会告诉人家 我做了不道德的事 这就是我们最高的道德 这什么啊 我们有羞耻心 我们在怎么不道德都还有羞耻心 西方人是连羞耻心都没有 你看他夺不道德 这什么呢 到现在都还这样 两岸到现在都还是这样一种 看待事情的方法 事实一点都不重要 莫可奈何 这补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现在会知道 为什么会跑出那一篇 伦理学的那个问题 其实就是 这个补充完了以后 后来想一想 哎呀 随口 在读书会上随口 讲下去 没系统 所以我就算了 先写一篇 结果写了那一篇以后 这是我 我上次在台北讲的 我无法理解的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 为什么我的部落格 分上级跟下级 上级只有两三千 跟着人看 然后下级有七八千人看 甚至一万多人看 为什么会有人认为 他不用看上级 只要看下级就好了 我不知道 只要结论 上级一看就看不下去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终于下一堂课 堂堂进入第二章 但是台北的下一堂课 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讲到第三章 因为我上次在台北已经讲了 我把第一章当导论 所以第一章讲特别久 因为第一章点到为止 没讲完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第二章开始就相对的 我只要提示重点就好 因为第二章不难懂 二章三 第三章 但愿他不算难懂 因为 第三 第三 第三章不难懂 因为第三章讲 Jesmeer跟 边庆 那个不难懂 第二章讲 Solo 我觉得不算难懂 第三章讲 第三章讲边庆跟 Jesmeer不难懂 第四章讲 Wordsworth 我觉得其实有些地方 不是那么容易懂 我也许会多花一点点心思 接下去讲陶渊明 老实讲 我不觉得陶渊明 是那么容易懂 所以我会不会兴致来的 陶渊明补充很多 我不知道 然后最后孔子那一章 老实讲有太多 本来想写的东西 没写进去 那一章就有可能会 兴致来了 补充很多 把所谓的儒学是什么 这个复杂的问题 算了 就认认真真真去讲 我这整本书里面 儒学一共只有在那里讲 讲的不够 其实真的讲不够多 就像今天最后尾巴讲的 这一个忏悔路的这个观念 那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观念 到今天 华人圈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示范给我们看 我们还是一直不懂呢 你 你没有他的勇气 你不愿意 坦白告诉别人 你这个人实际上怎么活过 我都可以谅解 你怎么会 为最后的心得是 而且他们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我有 怎么最后会是这种结论呢 华人会有未来 令人难以相信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你们有别的想要问的问题没有